杰瑄彪 演唱片 喂 大家好 我是采軒 其實我幾乎都沒有想像過 我以後未來有機會會站在台上跟大家演講 所以就是應該算是我第一次比較正式的講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當時再聊天好了 然後 嗯 好 先等一下 然後其實我是讀工藝設計台藝大的學生 然後我也是昨天畢業 不過因為我同時在做背包科展 所以太忙不小心翹太多課 所以我可能會延避就永遠的大學生 這個是我們家的LOBO 叫做魚履Fish Hustle 展額 好 我幫你看 喔 謝謝 就是其實我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的基督徒 然後我會取這個名字是 這是一隻魚的形狀 它是一個基督徒的暗號 然後是希望就是 耶穌可以有在魚履一起 就是保護每個來的人給大家平安 這是我兩年前 就是大三的時候寫下 大二的時候寫下的夢想 就其實那時候 因為去一些地方旅行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台灣的地方很棒 可是缺少一個媒介 去讓大家慢下來去發現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可能就是 逛老街逛一逛就走了 就是可能就沒辦法 可能逛九費老街 鷹哥老街 可是其實真正有趣的地方是生活 就是用旅行的方式生活 可以在生活裡面看到台灣不一樣的美好 所以我就說希望自己可以就是 自己蓋一個房子 然後在可能也許在海邊 然後可能就是喝個咖啡 然後辦個分享會可以創造一個 任何可能都可以發生的空間 可是那時候我想說 就是這可能是一個很大成本 大工程的問題 所以我給自己的設定是 30歲以前 希望30歲已經可以開一間青年旅館 然後這個是我們就是青年旅館的門面 在陰庚 就是其實是看到這些老花窗 其實我們就是用那種就是撿附近的回收啊 還有就是房東留下來舊東西去組裝拼湊成的 然後因為我是毒舍機 所以基本上就是沒花很多錢 就可是我就想要保存到就是當地本身的 舊跟我自己加進去的心 希望他們可以融合 那大家覺得背包客棧是什麼 就是有覺得背包客棧的舉手一下 而且還蠻多人的 就是其實那時候我會接觸到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開接觸到這個東西 是因為就是升大學的時候開始去旅行 然後當然最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因為就是很便宜嘛 就是住一天可能就是五百六百 然後可以就是就是節省一些旅費 所以那時候就去環島 然後可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空間 就大學帶藥大館的時候也就是陸續 就除了環島台灣之後也去了日本啊 新加坡外馬來西亞還有菲律賓 真的國家都是一個人去 可是我發現就是這個空間 它可以讓不一樣膚色的人 就是不管你們成長背景有多麼不一樣 可是到裡面好像都就是認識很久一樣 就大家可能就上平和一起出去玩 然後又可以透過這個空間 就算我可能到日本很陌生的地方 可是我卻覺得能夠感受到那邊的溫暖 我覺得帶著我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想要開嘴巴客棧 這是我去日本的地方 這是一根釘 然後其實我寫就是 我都會一邊旅行一邊畫畫 就是那邊港口的水 我就直接跳進去玩 這是我的畫 就是我還蠻喜歡就是 慢慢的用生活的方式旅行 然後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大一到大三 就我家其實我父親就是有開一間公司 所以他一直很希望說 我可以在我大學大一到大三的時候的寒暑假 都可以去工廠實習 可是我是學設計的 就是我對於這個機械啊 什麼數學 就是我永遠都考不幾個之類 我就完全無法接受說 我的未來就是以後 竟然要被送去 就是做那種機械的東西 所以我在一到大三就是 像剛剛前面看到那些出去旅行的照片啊 都是我就是寒暑假努力就是想各種理由 然後去很遠的地方 就是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 我也會就是 這個是我之前去金瓜石當塑村藝術家 就是也是想個理由 然後就可能一待在金瓜石 都待了大概半個月 一個月左右 就在黃金博物館 然後 就辦一些活動 就我喜歡就是人跟人的交流 還有分享還有說故事 那在大三升大四就是去年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我好像沒辦法再做自己喜歡的事 那時候覺得人生很黑暗 就是好像未來就已經被規定好了 反正我前面不管做了多少努力 我多喜歡旅行大於設計 然後我有多麼想做的事情好像都是屁 就是我好像我爸都說你做設計 那種隨便誰都可以做啊 然後你又不賺錢你要怎麼吃飯 就是很多質疑的聲音 然後會覺得就是自己好像就是 有沒有努力都無所謂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很痛苦 然後也不想做任何的努力 可是那時候我的老師他就是 是一個教學認證的老師 他就跟我說就是 柴軒就是有一個 一個最後的一個金工工作營 然後你要不要去參加 然後他是一個國家徵選 就很難上的一個工作營 然後那時候我是覺得就是 好吧就當做就是大學最後 做自己最後想要做的事情 就像是進關台前 就是最後再做一次 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就是有點是 對未來雖然沒希望 可是就還是去了 然後那時候就遇到很大的改變 就其實我覺得人生 等一下是全部都泡好被設計好 被串起來的 那時候去那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很難徵選進去 所以我是剛好是最後一名進去 就是之前都也有投過 可是又被刷掉 然後進去之後就發現 裡面也是做 就有很多跟我年紀 可能只有大概兩三歲 可是自己開了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或者是他的作品 可能賣了二三十萬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他們明明跟我是一樣 怎麼可以做到這麼厲害的事情 我覺得就我好歹謝 然後再加上 因為那個地方在草屯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 會來找我玩 我住台北 所以他早晚的時候 我就直接推薦給當地青年旅館 算了 你就去住旁邊 那邊有一間很不錯的青年旅館 然後久而久之就是 我個人就是躺下去跟青年旅館老闆聊天 然後因為我很想開青年旅館 就是之前本來就設定說 30歲以前要開 所以我本身就會 每次去住青年旅館 都會去觀察就是 每個動線 還有稍微聊到一些 就是比較深入的話題 然後因為那時候 大概草屯三個月太久了 所以就開始跟老闆聊說 你成本多少啊 然後怎麼樣 所以聊聊的時候我就想說 好啊 反正現在就做作品而已很閒 然後我就來規劃一下 我就毛起來就開始算 就是所有的成本 然後或者是我要開在哪裡什麼什麼 然後全部列個計畫表出來 然後快想說 好吧 既然我爸說 學生時代又不幫我做任何事情 然後畢業之後才要規定我 所以我就 那我就珍惜最後一年就做吧 所以我就很不乖 我就開了青年旅館 然後就是當真正就是 夢想有寫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不會覺得他太遙遠 就是如果有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好好去計算他的成本 然後把他實體化 你就會覺得就是離他比較近 像就是當你開始 就我覺得這個很好 可是正心渴望這裡面包含 就是你真的要自己實際上行動起來去做 就是如果你真的開始去做的話 你有這樣的連結想法 就很多就是遇到的人 就是不知不覺間就會連結到很多能夠幫助你的人 就這個是我在草層做的東西 就是跟我現在做的雖然很不一樣 可是其實就是一個是小的一個是大的 現在整間情緣馬等於是我的大作品 然後就是就是我剛剛講說就是 如果有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把它計算出來 或者是規劃 其實你只要有一個心裡面的一個藍圖想法 就是不會很遠 然後不要因為自己是學生 所以就覺得就是好像就是做學生的事情 我之前是覺得這樣 可是因為也是走出去 所以看到不一樣的可能性 那我想要做千里館是 就是想要在生活中旅行 旅行中生活 就乾脆把整個旅行搬到家裡 然後把台灣的哪樣世界知道 然後這個是我們就是 喔忘記放 啊那個沒關係 本來要放一些就是裝潢的照片 就我們真的是一進去都是空屋 然後就很多人都幫忙 那時候請了很多打工換書的朋友 然後也有就是 他就說我不是要打工換書 我就是要來幫你 然後就帶了一票人 然後那票人剛好就是 什麼水泥啊木工啊裝潢啊什麼都會 是在北海岸一個原人生活 因為大家知道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的朋友剛好去他那邊打工換書過 所以他們就間接聽到說我有這樣的地方 然後就真的衝過來幫忙 就是很感謝就是一切的安排 然後這個是附近農場 就是我們的位置是在銀閣 可是其實我想要透過這地方 讓大家可以認識陶瓷以外的銀閣 像這邊是就是我們會帶去採玉米啊 然後或者是教我怎麼拔 就是有機農場 那這是我們家 就是我想要把它裝飾成一個教堂的樣子 就是可以給大家平安的感覺 那其實一樓這個空間 目前沒有做任何的營利使用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任是想要辦分享會 或者是想有什麼想法可以需要使用到這個空間 然後都很歡迎來聯絡我 之前有辦過什麼擁抱以色列的分享會 還有不帶錢去日本旅行 或者是餅乾手作教學壓花 就是真的是任何可能都OK 所以要歡迎大家 那這個是一樓看過去的部分 就是看到的部分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訂出來 就自己做出來的 像這個櫃子就是房東以前 就是留下來的櫃子 然後霸台是自己訂的 這是二樓的交易廳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主要是背包客房 就上下鋪 然後也有雙人房 這是露台 就我們家後面是一條河 我之前夢想是希望可以蓋在海邊 不過想說有河也不錯 就很勉強 因為現實跟夢想總是要做個平衡 然後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好像已經就是現在學生時候 已經做好自己的夢想 然後不需要再做些什麼 可是其實我覺得我前面走太順了 就是真的困難在後面 因為所有的事情 目前就全部只有我一個人在處理 然後其實自己創業很辛苦 那個辛苦是例如我本來是希望就是夢想是 可能旅行中生活生活中旅行 然後把整個搬進來 可是後來發現就是我同時顧及學校 然後又顧及這邊 有時候我很想要跟旅客聊天認識或交流 可是我其實一回壓我身體就掛了 我就覺得很累 因為還在趕閉字 就是沒辦法做到就是一開始最影響的狀態 就還在調整 然後或者是像房租有壓力 就是本來希望能夠提供大家 越便宜的住宿越好 因為可以分享給大家 可是畢竟就是如果要生存下去還是要繳房租 所以就是還是在拉扯中 然後就是有時候就會有點變質吧 就要一直再把他抓回來去調整 就覺得一直在那個中間游走 然後如果大家有想要創業的話 有一點很重要 就提醒大家如果需要一筆資金的話 千萬不要跟家人借錢 因為借錢之後 他本來就說我借你 然後我就喔好 因為我本來最開始其實是想要自己就是 去申請創業貸款之類的 可是後來我爸媽就支持 然後他們介入之後就真的是有緣的介入了 就是譬如招牌的樣子 可能就是他們突然想要掛一隻大的蜘蛛上去 或者是什麼 因為有認識的朋友在做雕刻的東西 我爸的朋友 可是就是完全風格不搭啊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這會變很麻煩 所以最好就是完全的靠自己 雖然有家人支持很棒 可是有時候太多意見 會讓整間店很難去運作 然後就是其實我覺得 沒有每個人都很適合創業 像我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 然後可是我現在卻被這間店 就是有點像是綁在這邊 雖然綁得很快樂 可是有時候也會希望去透透風 而且就是由於自己跟人關係 所以會從早上好像到晚上 或者是凌晨兩三點 然後其實會有點分不 沒辦法做一個很好的休息 在自己跟工作之間分割 會一直擔心玉璃 然後想說我要怎麼樣 讓玉璃可以更好 所以就是一定要選一個自己很有熱忱 就算在內也會覺得很快樂的一件事去做 然後就是 欸 大家來到英哥可能會想到老街或英哥市 可是其實為什麼我們在英哥呢 就是英哥他其實有點像是 像春風的台北 然後大概30分鐘火車就可以到了 有藍染的藝術或者是大溪的目標 就是我們在這邊這個位置 然後其實到桃園機場啊 或者是台北都非常的方便 我其實不太喜歡都市那種很忙的感覺 所以故意選在一個可以享受到都市便利 又很鄉下的地方 這是我們家 就是其實你很想像就是 我們房間都不需要有時鐘 因為直接看火車的時刻表就可以看到 就是非常的近 然後有時候臉快都說你們在哪裡 然後我說喔就在你前面 他說什麼怎麼那麼近 就是直接15秒鐘一出來就可以看到 然後可是因為像會常常錯過火車 太近了 然後就是就是晚上的山峽 就是如果你住在漁旅就會看到一些 平常比較不會看的地方 然後就是像英哥的一些 比較會被忽略的老文化 這個是一個古老的牢場 就是之後會做文創的使用 然後我也在跟在地團體去連結 看要怎麼去幫忙 一些打工換術蓋骨窯之類的東西 就是附近就是有一些什麼像中的老師傅啊 然後就是我剛說的東西 我很常說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就是他可以學到很多 這我媽媽 我們都會一起拔菜去煮菜 然後不同季節就有不同白色的花 就是騎腳踏車到大溪路上 就是其實他明明就離台北人近 可是又很鄉下 然後這邊有一些就是手作 然後這是我們的粉絲頁 然後順便廣告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有在爭就是 有點像是實習管家 就是我們會提供就是免費床位 然後每個月 每天只要工作四小時 然後可以就是學習怎麼樣去獨當裡面 和大家交朋友 然後同時又設計在地特色 我們之後會結合在地店家 可能帶大家去就是 一般行程不會走得到的地方 例如去陶瓷工廠 或者是參觀一些老店鋪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熊